主料,底粉160克,巧克力粉60克,主料,白糖35克,糖粉65克,鸡蛋80克,黄油120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黄油顺温软化后,加入白糖和糖粉一起用打蛋起脚打至发白蓬松顺滑的状态,取两个鸡蛋打散入碗中充分搅拌均匀, 把鸡蛋液分三次加入搅打充分的黄油中,血黄油和鸡蛋液充分混合,一次性倒入低粉和30克巧克力粉,充分混合搅拌成柔软的巧克力面团,把面团放入装好花嘴的裱花袋中,鸡油分挤在铺好油脂的烤盘上,烤箱熨热190度烤至15分钟即可,把巧克力粉加入一点水混合,搅拌成浓稠的巧克力酱, 吃起也可以靠成长巧妆,晾凉后在两头栈上搅拌好的巧克力酱,放入冰箱冷藏两个小时后,取出即可,烹饪技巧,巧克力粉加水搅拌是要尽量的少,慢慢的加否则搅拌得开心,容易流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